这是一个单一性别的奇葩星球 星球上建筑硬朗的线条 也证明这里超乎寻常的阳刚之气 而他们的法庭上 正在进行一个女婴性别的仲裁 默克兰人认为男人 能更好地承担社会责任 可以更适应他们高度工业化的社会 在经过把钛合金方块捏成球 一系列提问等对凯莉有利的事件后 坚持要改变婴儿性别的律师 抛出一个接不上的问题 你们人类星球在婴儿刚出生 就要给弟弟做圆环切割手术 那你们问过婴儿的意见吗 对方这律师一看 就不是凯莉这种半桶水龙对付 艾德舰长感觉形势不对 马上出来寻找对策 没想到这时艾萨克检测到 这颗星球上有一名女性 于是众人马上起飞去寻找她 功夫不负有心人 异行人终于在山洞 找到了紧张的莫克兰老太婆 而此时的凯莉早已招架不住 对方律师的连环提问 随着她的进来 在场的其他核桃都震惊了 女核桃说自己叫海维娜 之前一直躲避在山林中生存 这次专门为了这场仲裁而来 震惊过后的律师却说 就算你狗活下来一样 只能远离世人 只能生存在荒山野里 女核桃却引用了 这个星球的一段名句 没想到却受到了 对面律师的狠狠的斥责 你竟然还敢引用明年 那可是莫克兰最伟大作家 高德斯的话 她如果知道肯定会拓勤 海维娜却轻蔑一笑上前说 不会 不信你亲自去问问她 随着凑近对面律师 看得更仔细了 她嘴里说着不 她认出来了 其他人也都认出来了 原来这个星球上 最伟大的作家 居然是这个女核桃 台下一片喧哗 随后海维娜慷慨激昂地 为女婴做了辩护 这样的事情还是第一次发生 星球最著名的作家 居然是眼前这个躲藏在山林中的女性 于是法官宣布暂时休停 不知道屏幕前的你们认为 该不该做这个变性手术呢 评论区请留下答案 很快 仲裁结果出来了 莫克兰人认为 种族的规矩不能因此改变 仲裁委员会认为 不做变性手术的理由完全不够充分 随后宣布退庭 一番周折过后 尽管核桃哥想让孩子 拥有无限可能的未来 可他还是没有打破星球的秩序 再次接回孩子 孩子身上多了某些东西 返回奥维尔号后 核桃哥走到孩子面前 他放下了一个娃娃 面对伴侣的解释 他看向娃娃说 不管他成为什么样 希望都有不一样的光芒 如果你是这个故事的亲历者 你是尊重他们的习惯性吗 还是遵循所谓的普世价值观吗 这一集结局没有让主角们 胜利或许没有那么圆满 但是千百年的信仰和理念 不会因为一次裁决而改变 反倒显得十分真实 而且今天所有人为孩子的努力 都将会成为以后改变的一部分